一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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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出來外面一點 好嗎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等一下 越來笑笑 越來笑笑 在外面車裡了 好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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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腹 沒有 他的腹 沒有 他的腹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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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看一下鏡頭 來 再看中間 這邊 這邊 來 中間喔 這時候應該不用海西瓜 點不點吧 看下右邊 看下右邊 右邊的攝影記者 打雜啦 是不是再看下左邊 先來有參與海上網部位修復版的看光跟調色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次參與數位修復的經驗嗎 是啊 其實因為電影修復非常不容易 底片也受到很多損傷 所以當初修復的時候 其實我跟那個曉光師是想 因為我們要面對現代的觀眾 而不是把電影還原回原來的樣貌 所以我們希望他比較更摩登一點 更亮麗一點 更能讓數位呈現出當初我們這個電影的很多細節沒有表現出來的部分 但是昨天我檢查的時候發現還是跟以前一樣 然後很黑我不知道是不是吼到最後又回去把它壓按 但是我覺得昨天看的結果也很滿意了 我覺得所有的想呈現的氣氛質感都表現出了 但是我也請問一下廖長 其實在剪接這個海上花的時候 有聽說你是以一個剪接七言絕劇的方式 用七言絕劇的方式在剪接這一個電影 可以剪接這一支什麼樣的心情或是有什麼樣的方式 因為實際上我們片子都沒有辦法到上來看 本來會有外景 但是因為沒辦法過去 所以我們都在改變 在陽明那邊開 所以整個是內景 內景要透出外景的感覺 當然是幫我們素質感跟攝影指導 我的剪接是因為大量的使用 我好像用了很多場面調度 你看我們攝影師第一場 那個攝影機都繞來繞去 轉來轉去這樣 所以對我來講 我比較簡單 我是控制那個整個場面的氣氛這樣 對不對 然後因為那個 因為都是沒有轉場 所以我用了一個 我剪接盤上面最長的 那個到Imagica 他們都沒有那個設備 所以他還是要看我剪接的長度去設定出來 大概 加近大概有10秒都會要回憶 好像每個鏡頭結束就是 對對對 那就非常風刺式的結果 那這一次待會兒就要看 這個電影的時候 內心有什麼樣的 心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實際上 過了21年還能再看到這個片子 我覺得會讓我回憶起來 譬如說他拍的時候 還有每次都忙起來的忙腳 還有我們剪最後的困惑 我覺得可能都可以感覺 那時候跟我和我一起工作的狀態 那部分 因為海上後的背景設定在19時寂寞上海 然後全是內景 裡面有非常多的古董 衣服 要打點 可以談一下當初在做這個 美術的時候的一些回憶嗎 或是有什麼辛苦之處 我記得那時候 本來是要在那個 上海製片廠大集 然後就因為那個劇本審得問題 就很快速的撤回到台灣 然後那時候找了一家建設公司 我其實到現在都還很感謝他們 就是很快速的幫我們 就是搭了三大洞的那個 有點像那個上海石庫的建築 然後那時候廖長也是製片 然後他也是剪接 然後廖長幫我們把那個 就是我們在上海採買了兩個大貨櫃 就是很 都是那種很大的貨櫃 然後很快的 就用回來台灣 然後再加上這個建商的幫忙 我們就很快的把那個外觀啊 整個搭建起來 然後又到北越去訂製了很多那個雕花蒙色 我印象中 反正就是一個很快速的整合 因為那時候還有演員的檔期嘛 又都是很多明星 所以我印象中就是 每天清晨起來就是開車到揚美 然後就是很快速的 然後就是忙到半夜 因為喉小都是半夜才開始拍 我印象中就是拍夜景 開機 對 所以反正就是 我都是早上一大早就 因為我家正好在新店嘛 就快速的上高速公路 然後到半夜又快速的開回來 就是幾乎每天都是這樣子的行程 那這一次即將要看海上花的數位修復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現在的心情嗎 我 因為我幾乎那個在 1998年看過一次之後 就再也沒看過 所以其實我也沒看過 我其實買的很DVD 可是我也沒看 所以我其實還蠻 我蠻期待 然後其實我也蠻 我也蠻擔心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現在 如果能夠讓我再重新再做一次 那個背景 我覺得我可能可以做得更好 人總數位靜靜 你也有參與其中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在做數位修復的時候 聲音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需要著重的部分 因為 這邊當初是膠片 然後做的是Dope SR 那現在是用DCP放力 所以不能直接拿這個SR的聲音來放 我們前幾天準備檢查的時候發現 啊 既然是SR直接拿出來放 然後我就立刻 我也不看了 就立刻停了 然後回去再重新做一個 重新再檢一個 一點醫生道放在DCP裡面 今天看的是這樣做出來的 應該是昨天才把考驗做出來的 那有沒有在做數位修復的過程中 讓你激起了一些當年的回憶 有有有有 蠻多蠻多的 因為我是 我是因為做這件事情 是會從頭到尾看裡面的 然後我最 最佩服的就是那個陳寶蓮 那個美智子 Majiko 他是陳寶蓮配的 因為他日本演員 所以他沒有辦法講中文 他是講的是日文的 那後來我們找了很多人 是那個角色 就沒有辦法 很好 後來就找到陳寶蓮 哇 昨天再看一遍 覺得這個演員實在太棒 演得太好 其實昨天晚上我跟賓哥兩個 在聽裡面看的時候 我想說 這部真的是一個拍八卦的電影 哈哈哈哈 就是每一家 裡面的什麼事情 這些八卦的事情 在電影裡面 在電影裡面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的 但當時好像沒有那麼感覺到這些事情 那尤其隔了這麼久看這個電影 覺得特別有意思 然後也是看到很多我自己 就失敗了我的東西 什麼的 覺得 跟文英感覺一樣 就是如果現在再讓我來一次的話 我會做明天 很大 是 其實這個 遲這半年的事情 因為 好幾個地方 他們自助 這個修復的行為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希望海上花能夠 第一個 他是 二十年後 回 海上花回到上海 然後二十年後 海上花在台北電影節 再一次用數位的面貌跟大家見面 因為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心裡面的一個小祕密 因為當初拍的時候 我記得廖長跟虎島偷偷告密說 拍的太美了 所以後來我們最後調光手音的很暗 所以我這次想說要把它調亮一點 把它的美呈現出來 結果後來好像被虎島壓回去了 但是這個不重要 但是這個細節非常 很多 我想 而且這次我看的時候 我 就我看了五六次 這一次我看了三十次 之前看了很多次 每次看我都覺得 太精彩了 像剛才杜仙講的那個八卦 其實就講人 他就講這些人 文化 生活 其實在這間 就在幾個房間裡面 就把人 倒進了人的 死死非非 人的 人事的關係 人生的 紀律 都在這裡面都呈現了 所以 看過 這幾次看完之後 被厚到越來越 欽佩 我覺得那個年代 還可以拍出一個 今天我都覺得很新的一個電影 所以我 我自己是很興奮 我希望等下 大家看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個 都有一種不同的詩情 謝謝 好 好